A lot of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the truth It can't be claimed Chamen is also like I'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I like it too You can call us a truth 而原子總署的技術合作部部長 劉華 他就是中共國的科學家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一位網友傳了一條影片給我 是一位海外的中國博主 與愛爾蘭朋友 在聊關於日本廢水的話題 看完之後真的是笑死我了 滿滿的尷尬埃發作 那這位中國網紅 自以為可以洗腦愛爾蘭朋友 結果反被打臉 而且我們可以發現明顯剪輯痕跡 他已經把自己可能被打臉打最慘的一些片段給剪掉了 相信我 好,我們開始一段一段的來打臉點評了 And do you know the news of Fukushima? Yeah, yeah, so And why you say the redactive is very low? Where you read the news? I was reading the BBC BBC? Actually, and the Japan says Reactive nuclear waste water is safe And the water is safe Why they don't drink it? It's safe Japan can use the waste water on their crops If it's not safe It can be dumped into the Pacific Who says it's not saf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好,我們可以發現裡面中國博主邏輯百般漏洞 那第一個錯誤也是最多愛國博主說過的 既然沒有危險怎麼不直接把廢水拿起來喝? 怎麼不把廢水去灌溉日本的農田呢? 是的,所以貴國的聖上認為洩洪區的水是乾淨的 才洩洪、煙、桌舟、霸舟、東北的農田 對嗎? 昨天啊,廣東那裡也洩洪了 這些人你是不是傻啊? 廢水經過處理 分三四年倒入海中 讓時間去稀釋掉川 你們為什麼要偷換概念呢? 既然你們覺得日本的廢水 那你怎麼不率先做個表率? 宣布大雅灣等二十幾座中國核電站的廢水 先拿來灌溉一下農田 讓日本看看,對吧? 你看我們中國已經做榜樣了 你日本其實是可以灌溉農田的 你怎麼不在大雅灣的核電站的廢水池中養魚呢? 你還可以養海豚跟大白鯊啊 還有海豹啊 還可以做這個海豹的秀啊 海豚秀啊 跳火圈啊 開放中國民眾去參觀啊 現在種田有什麼? 魚菜共生的模式 你們可以創新一個魚河共生的營銷模式啊 你家馬桶水沒有輻射你也不喝啊 那外面的雨水也沒有輻射啊 你也不去接雨水煮湯啊 既然你認為中國的廢水都是安全的 幹嘛排入大海? 不安全的話更不應該排入大海 我們接著看下去啊 - 日本人在吃魚 - 但海海變成黑色 - 很多死的魚 - 我不知道 - 我覺得那些中國人在說話 - 很多人在拍影片 - 但你也不知從哪裡來的影片 - 從哪裡來的影片 - 從哪裡來的 好 那第二個錯誤啊 這個中國博物組說 日本的海都變黑色 很多魚都S了 我昨天的影片已經說過啦 海水的顏色 主要看海水的密度 鹽分 還有當天的天空 關係是怎麼樣 還有海水的深淺 也會有所不同的變化 像是這附近如果比較淺 是這個白沙的 - 淤沙的 - 或是這個黑沙的 - 灰色的沙子 - 或是在珊瑚礁 那海水顏色呈現都是不一樣的啊 - 眼界最寬廣的國家啊 - 連這個都不知道啊 - 而且岸上有死魚死蝦 - 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 人會生老病死 - 這些生物也會嘛 - 而我們人類是有埋葬的行為 - 所以你在路上 - 看不到有人A死了就倒在路邊 - 對吧 - 但魚蝦他沒有埋葬的行為啊 - 魚蝦也不會擺臨堂啊 - 難道魚爸爸掛了、魚媽媽掛了 - 小魚會把他舉辦葬禮 - 火化是嗎? - 還是埋起來啊? - 唉... - 我真的為中國感到惋惜耶 - 這種謠言竟然一堆人相信 - 而且一個海岸中 - 拍到幾條死魚 - 死蝦不代表全都掛了 - 全都有問題耶 - 如果這片海域真的有問題 - 你看到的會是 - 成片的魚被衝上岸 - 如果這件事發生了 - 輪不到你們粉紅報道 - 日本各大媒體會率先 - 搶先的報道 - 因為可以打擊到日本的執政黨 - 我們接著看下去 - 日本各大媒體 - 他們不需要的果物 - 和海洋食物 - 和海洋食物 - 從福島的福島 - 他們也害怕 - 如果他們不斷 - 他們不斷 - 他們不斷 - 全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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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 - 第三個錯誤啊 - 他說沒有人敢吃福島的食物 - 不好意思啊 - 這個在日本是自由選擇 - 你覺得你不相信科學家的數據 - 那你就不要吃 - 你相信的話 - 你就去買來吃 - 而你國前總理溫家寶啊 - 在2011年的5月份 - 親自前往日本 - 當著日本媒體的麵 - 吃了福島的食物 - 還說 - 我覺得味道很好 - 那福島核電站事件 - 是發生在2011年3月份 - 那按粉紅的邏輯來看哈 - 時間越近應該越危險 - 對吧 - 至今過了12年才有所謂的半衰期 - 都已經半衰期了 - 還被稀釋掉 - 你們還如此懼怕 - 那請問 - 事故後僅僅過了2個月 - 溫家寶吃福島的食物 - 請問在幹嘛呢? - 2021年的5月份 - 那個時候比較恐怖 - 還是現在經過 - ALPS 處理的比較恐怖? - 這個時候所有的愛國網紅 - 都不敢評論溫家寶這一段 - 對嗎? - 接著看下去 - 第四個錯誤 - 這個中國網紅說什麼呢? - 全世界只有美國政府支持日本 - 錯啦 - 聯合國、世衛WHO、世界原子總署 - 等等7個權威世界的機構 - 幫日本背書 - 且派小組天天監測 - 日本福島海水的物質 - 一旦有超標的數據出來 - 馬上通告於世界 - 歐盟北歐五國在8月3號 - 撤銷了2011年福島核子事故 - 對日本產品的進口限制 - 歐美人啊 - 相對來說是相信科學 - 相信數據的 - 那在這個聯合國啊 - 還有這個世衛組織啊 - 還有能源組織啊 - 沒有派小組 - 沒有監測報告 - 過去之前啊 - 這些國家禁止 - 我認為是符合邏輯的 - 對嗎? -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 最注重人權的北歐 - 竟然開放了 - 而且你知道全世界 - 所謂的 - 核污染疑慮的地區在哪嗎? - 就在歐洲啊 - 哪個國家呢? - 前蘇聯幹的 - 前蘇聯啊 - 它是往海裡扔 - 未處理的核廢水 - 最多最多的國家 - 你們小粉紅出來譴責了嗎? - 它還沒有經過ALPS處理呢? - 你們怎麼都裝銷了呢? - 好,OK - 那韓國是限制福島的水產 - 其他地區是沒有的 - 那台灣啊 - 是限制部分的福島食品 - 其他地區是沒有限制的 - 而中國是日本 - 全國的水產都禁止 - 泰國跟俄羅斯啊 - 是嚴格檢查日本的水產 - 所以並不是全世界 - 只有美國 - 那更多的是 - 站在科學立場 - 與民粹之間浮動 - 像是韓國與台灣 - 就是科學與民粹之間浮動 - 這個聯合國等組織啊 - 都檢測過這個數據是沒問題的 - 但因為啊 - 韓國本身與日本的歷史矛盾 - 出現部分的民粹 - 綁架政府的政策 - 所以出現了部分的限制 - 台灣亦是如此 - 因為台灣本身有一堆 - 親中反日反美反台獨的人 - 親中反日反美反台獨 - 雖然每個選項都不一樣 - 但是這些所謂的標籤 - 這些所謂的人 - 重疊度是非常高的 - 所以美國、日本、民進黨做什麼 - 他們都反 - 不相信數據 - 我們也還有一個在野最大的中國黨呢 - 所以在民主國家之中啊 - 民眾的知識量如果不足 - 即便今天科學數據跟醫學證明都說啦 - 適量的吃麥當勞啊 - 是不會傷害身體的啊 - 可以代謝掉的啊 - 但是啊 - 就會有這一類奇數的民眾跳出來反對 - 認為吃麥當勞就是傷身體會往生 - 然後他們就會說什麼 - 誒 - 你竟然覺得吃麥當勞沒問題 - 你一天給我吃一千份啊 - 你吃一千份來證明沒問題啊 - 不好意思啊 - 政府就有可能啊 - 會因為被民粹綁架選票而禁止 - 或是限制部分 - 這個跟細節其他的例子 - 我昨天影片講過啦 - 這裡不贅述 - 不要覺得很荒謬 - 當時中國人看到相機都覺得會射毀 - 可樂剛出事的時候 - 日本人跟中國人都激起的反感 - 認為這個很可怕 - 結果現在可樂是全世界最暢銷的飲料之一 - 所以教育了十幾二十年才慢慢接受 - 我們接著看下去 - 我尊敬你 - 你相信科學 - 而且我相信真實 - 科學是真實的 - 但誰覺得不同 - 你看 - 他們做的是 - 他們測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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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 - 他們不告訴你真實 - 他們不能被證明 - 科學不是說真實 - 這是很危險 - 報告 - 報告 - 報告 - 政府也會騙 - 中國政府也會騙 - 不好 - 現在是 - 呃 - 呃 - 哈哈 - 第五個錯誤 - 中國博主說 - 我們相信的科學不是科學 - 它相信的科學才是科學 - 中共說的科學才是科學 - 世界能源總署是由13個指定理事國員 - 二十二個被選出的理事國科學家擔任 - 其中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 而原子總署的技術合作部部長 - 劉華他就是中共國的科學家 - 我想問一下這個人你們粉紅怎麼不批鬥一下呢? - 貴國的微博怎麼沒有帶風向批判他? - 賣國賊是不是收了日本的錢? - 再來如果你們說我們信的科學不是科學 - 請問劉華哪股人呢? - 再問一下在原子核能方面的知識 - 貴國的聖上跟劉華你們粉紅露臉來拍一條影片 - 來評斷一下誰高誰低 我们接着看下去 en, 這些中國網紅 始終不敢質疑自己國家政府的任何政策跟數據 或是恶性事件 他们却会去质疑 一个有言论自由 媒体自由 出版自由 有不同声音与立场的民主国家 而小时候没有唱过红歌 没有被逼迫 学那个圣上 或是毛主席的思想读本 而在我们这些民主国家之中 我们的学校跟企业里面 也没有党支部 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 中国博主既然说 他比较相信他们国家 不相信民主国家的数据 我的天哪 记得好 去大亚湾核电厂里面 养鱼吃 顺便呼吁中共政府 要改成海洋公园 开放游客观光 共逐中国复兴梦 带动中国经济 完成中华民族光荣使命 所以有时候真的会被中共 视逻辑给打败啦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朋友们说 我是伴侣下见啦 拜